保温杯是现代生活中常见的便利容器,为我们提供了随时随地享受热饮的机会。 然而,为了确保保温杯的使用安全和效果,有一些重要的注意事项需要牢记。 一,选择适合的保温杯,确保保温杯的密封性良好。 选择具有优质密封盖的设计以防止温度散失。 选择不易蜃漏的保温杯,特别是在携带时,以避免造成意外的湿漉漉或烫伤。 二,定期清洁保温杯。 保温杯应经常清洗,以防止细菌或异味滋生。 使用中性洗剂和软部清洁,避免使用含有化学成分的强力清洁剂, 以免影响保温杯的材质和密封性。 三,适当使用保温杯。 在使用保温杯装入热饮之前,可以先用热水预热杯子以提高保温效果。 避免将碳酸饮料或乳制品放入保温杯中, 以免产生压力影响密封效果。 四,注意温度。 避免长时间将极热的饮品放入保温杯中, 以免造成保温杯变形或损坏。 小心触碰保温杯表面,避免汤伤。 有些高效的保温杯在外表仍可能保持高温。 五,适当保存。 不使用时,将保温杯放置在通风前灶的地方。 避免阳光直射。 长时间不使用时,请将保温杯拆开。 保持通风,以防发霉或产生异味。 六,以长时间储存饮料。 长时间将饮料放置在保温杯中可能会影响饮品的品质, 特别是牛奶、果汁等容易变质的饮品。 七,注意保温时间。 不同品牌和型号的保温杯有不同的保温时间。 使用前注意厂家提供的相关资讯。 以确保您的饮品在需要的时间内能够保持适当的温度。 八,避免碰撞。 避免将保温杯摔落或受到强烈碰撞。 这可能损害密封性能并导致漏水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